大家好今天分享一段日文原文给大家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这一段文章来自日本大文豪太宰志的小说 人间诗格 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说过吧 我们读小说最大的作用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通过阅读来体验别人的人生 毕竟我们的人生是有限的 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别人是怎么活的 比如说通过这一段就能够让我们这种 可能观众里面有一些人不是 像我这种长相非常一般的人了解到 原来一个人帅可以帅到什么程度 不是说描写他长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他脸怎么样的 而是他可以怎么样的受欢迎 走到哪都会有女生过来看他呀 给他写情书这一类的事情 如果我不看这一段的吧 那我就永远不知道 然后呢我们再结合一下太宰志他的一生 基本上可以确定 他说的这个就是他自己 毕竟这部人间诗格小说 也是他的相当于半自传的一部小说 所以他在小说里面说到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的成绩有多么的好呀 哪怕不学习不上课 考试都能够考到全班名列前茅 然后呢基本不用去追女生 女生都会倒追他 但是呢他对那些女生没有兴趣 一般来说 写这些东西让别人看见 都会觉得是在自夸对不对 或者在吹牛 但是我们结合太宰志的人生 确实啊 应该说的都是真的 毕竟他的一生中交过这么多女朋友 而且里面呢很多人呢都愿意陪他一起去 去另一个世界 事实告诉了我们 这都是真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写的 OK我们进入正文 在一起读原文之前 先做一个前文补充 在第一句话里面出现了一个主语 就是Holiki 爵木 他是主角的一个绘画老师 两个人年纪比较下近 性格也投得来 所以呢爵木总是带着主角 去东京的各个地方见识世面 让主角从一个男生变成了一个男人 你们懂的 在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对主角说你身上散发着一种能够吸引女性的那个气味 或者那个感觉 然后接下来这一段话 就是主角针对这一点 阐述自己心里的想法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Holiki waそれを半分はお世辞でいたのでしょうが 虽然说 爵木说的那个 有一半都是这个世辞 就是公伟的话 しかし 但是 自分にも对我自己来说 重苦しく思い当たることがあります 有这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呢 非常沉重的 而且痛苦的这种想到以后 就这么感觉到的事情 例えば 举个例子 喀咖啡店的女的 就是咖啡店的那种服务员 女性 从那边呢 拿到了智嫩的这个手指 是信也就是情书 有点带着志气的那种情书 这种覆 这种回忆 这种记忆印象 也是阿鲁 有的桜木町の家の隣の小君の二十くらいの娘が 先说这边 他是族语对吧 族语就是这个娘 小姑娘 怎么样的小姑娘呢 櫻木町的我家的隔壁的将军家的那个 二十岁左右的那个小姑娘 小姑娘怎么样呢 毎朝 每天早上 自分の投稿時刻 ニワ ニワ 在 在自己登校 就是去学校的那个时候 接下来这句挺有意思的 ヨモナサソウナノニ 明明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呀 这部ヨ就是一些重要的事情之类的啊 自分の家のモンを 这边のオ 它对应的是后面的一个出去的出哈 モンを ブスゲショウシテ デッタリ ハイタリ シテイタシ 明明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 但是呢 在自己家门口 对吧 稍微化点妆 然后进进出出的意思 デッタリ 就是出去了又 又进来 然后做这些动作 目的是什么呢 很明显就是 希望和我们的主角相遇嘛 然后 挡个招呼 接下来再看另一个例子 ギュニコクイニイクト 去吃牛肉的时候 ジブウがダマテイテモ 即使自己是沉默寡言 不说话的 ソコノジョチュウが 那里的女服务员 那怎么样呢 后面省略了 那就去想嘛 让读者去想 可能会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呀 情书啊之类的 或者约他 怎么怎么样和他搭讪呀 之类的事情 还有 イツモカイツケノ 这边的烟草屋怎么读啊 就是タバコヤ タバコヤノムスメカラ 手渡されたタバコの箱の中に 后面又省略了 我经常去 カイツケ カイツケ就是那种 相当于采购批发的 那个感觉一样 就经常去买 的那个烟店的小姑娘那里 从她的那里呢 亲手拿过来了 的 这个是的 烟草 就是下烟盒的里面 应该是 也会有情书之类的东西啊 また 还有 カブキを見に行って 去看歌舞機的时候 トナリノセキノヒトニ 这边的ニ 从旁边的人那里 后面又省略了 读着自己想吧 可能又拿到什么情书啊 邀请啊 之类的事情 然后 再举个例子 また シンヤノシデンデ 在深夜的 市店 就是市里面 运行的 那个电车 在里面 自分が 酔って 眠ていて 自己喝醉了 然后呢 就睡着了 诶 省略了 睡着的时候怎么样呢 旁边的女的会过来 那就 比较有想象空间了 接下来 また 再举一个例子 想都没有想到的 故郷の 親切の娘から 从 故乡的 亲戚的 那个 娘 家的 女孩子那边 思い詰めたような 手紙が来て 然后呢 手紙が来て 信来了 这个是什么样的信件呢 思い詰めたような 看上去 就读起来 好像 思い詰めた 詰めた就是 集满满的意思 所以呢 思い詰めた就是 倾注了 感情的 那个信 就收到了 接下来 再举一个例子 また 誰か 誰かわからぬ娘が 这边呢 娘是足于 一个小姑娘 怎么样的小姑娘呢 都不知道是谁的 那个小姑娘 基本の ルスパンチューに 在自己 文章里面说的 所有的基本 就是指的 作者自己 在自己 ルスパンチュー 不在家的时候 オテセラシニンギオオ 人形 就是人偶 ラシ 看上去 好像 看上去 好像 是他自己 亲手 做的 那个 人偶 放在他家里 就是送给他嘛 好了 这边举例举完了 后面 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基本が極度に 小極的なので 因为我自己呢 是 極度的 消极的 所以呢 いずれも 不管哪一件事情 这边的も 都 それ キリの話で 这边的キリ 就是 没有下文了 不管哪一件事情 都 就是那样了 没有下文了 ただ ダンペン 只是 这边的ダンペン 不是我们 中文说的那种 喝完酒以后断片了 这个ダンペン 就是相当于片段 一段一段的 那个碎片 それ以上の心態は 一つ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 或者说 可以说是 那女孩子 产生幻想的 某一种 这个 雰囲気 氛围 那种 气氛 那种 气质 怎么样的呢 自分のどこかに 在自己身体上的某个地方 つきまとている つきまとう 它的原型是 つきまとう 围绕着 残绕着的意思 それは 就是刚才说的那件事情 自己身上 不知道自己身上什么地方 散发出了 让女性产生幻想的东西的 这件事情 那这些事情是怎么样的呢 のろけだの なんだの だの だの 是N1的一个语法 用起来非常简单 这个だのだの 前面加任何东西都可以 名词动词形容词 都可以加上去 这边说的 のろけ 汉字是这个样子的 表示自我夸耀的意思 不是一般的自我夸耀 有特定的使用场景的 就是在 别人面前夸耀自己 是多么受女孩子欢迎的 这种夸耀 叫做 のろける 它后面用的是一个否定 不是我的自我夸耀 也不是这边 いかげ 也不是随便的 开一些不正经的 玩笑 ひてできないの でありました 就是一种 不能够否定的事实 事实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我也很困扰 我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OK 就分享到这边吧 读的不太好 请见谅 拜拜